0403强震之后发生的余震至今累计次数超过了1000多起 造成了花莲多栋大楼严重倾斜 进而必须要进行拆除 不过就有民众发现 这些倒塌的建筑物不但距离相当接近 而且通通都在米轮断层带上 周边有不少建物因为地震受损 数量几乎是可以多到制作一张围楼地图 许多乡亲就希望县政府应该要快点对建物结构进行扩大检测 4月3号7点2强震重创花莲天王新大楼直接倒塌 造成一名康姓女住户不幸死亡 而不远处的北宾街五层楼民宅也被震到倾斜 一楼早餐店被压垮瞬间消失 加上23号的连续强震被列为宏丹围楼的统帅大楼 以及整修中的富凯大饭店也抵挡不住强震软脚倾倒 时间退回到2018年的2月6号 花莲发生规模6.2强震 震垮占地千坪的统帅大饭店酿成一人死亡 不过这些倒塌的建筑物其实都在花莲市 就有网友发现这样的巧合 公园路的统帅大饭店 轩原路的天王星大楼以及23号倒塌的富凯大饭店 还有统帅大楼 仔细看这些建筑物的位置 可以发现距离接近呈现一个梯形 而且巧合的是他们都在米伦断层附近 米伦断层带上地震最活跃 就有网友推测可能和大楼倒塌息息相关 不过专家表示没有发现断层有重新活动的证据 认为只是巧合 而且这些建筑物本来就结构老旧 才会不敌强政倾倒 算是正常现象 但围楼也是事实 县府单位还得加紧处理 别让悲剧重复上演 记者综合报道